哈喽环球时报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一阳千禧 这一次这部作品 其实大家都会很好奇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 社会现实的题材 来演这样一个 具有反叛精神的角色 最开始吸引我的 是这个题材 我们这个电影 它讲的是小杨八零的题材 但其实它还有一个 很深的思考 是说去关注 少年的这个心理成长 那你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给你印象最深 你最喜欢的一场戏是什么 最喜欢骑摩托车吧 而且是要上真正的那种 高架路 然后就觉得很危险 因为有别的车不可控 但最后我真正自己骑 就两三个镜头就没了 对有一个情节是 晚上就背着那个床单 然后扮轨 然后在路上吓人 所以当时可能算比较好玩的 那除了骑摩托车的桥段 有没有哪一句影片中的台词 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想推荐给大家的 就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这个非常能点体 这句话是你说给 对小北说给陈远 这是你第一次跟周东宇对戏是不是 对 第一次合作 那你在跟他合作 包括对戏 有什么感受吗 来跟我们讲 好玩 然后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人 而且有时候他也会帮我讲一讲 就是现场这个 就是有时候很难很难很难的部分的时候 他也会帮我讲 在整个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你觉得小北这个角色给你带来了什么 我很喜欢这样的角色 而且小北他是有一点 他其实内外是不太一样的 就他其实内在很温柔 所以为什么就是小北会选择保护成年 但是他他外表看起来很叛逆很反叛 是因为他想保护住自己心里那点希望跟温柔 所以他就在保护自己 然后我对于我来说 我心里也有一点点小叛逆 然后所以可能小北会有一点点小想 然后导演就会更深 然后而且就角度跟就很广就很奇怪 就会帮你发到更多想象 那你眼中的增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很温柔 而且很细腻 然后现场很有掌控力那种感觉 就一直就是在很心平起合的 然后很好地跟你沟通 我自己有想过等自己电影上的时候 我去电影院里面看 就是也不敢去观察别人的可能会听一听现场的氛围 现场的这个感觉 我们两个踢然后他们也都踢 然后等我在外面回来之后 然后把我那个踢头戏拍了之后 然后大家就坐一块 就一起合得张影 就一起合得张影 现在可能会有兴趣来演戏 现在可能会有兴趣来演戏 对于兴趣来演戏 对于兴趣来我来说 演戏会新鲜度 而且难度都会更高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种 花时间去摸一个东西出来 就这种感觉 2020年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能再有一个 像少年这样治疗好的作品吧 能去拍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